天黑请闭眼 老人请睁眼 嘿嘿 我是狼人 我要去当人了 不行 你不能去当人 为什么 吴婆婆 我是狼人 我不当人 我干嘛 因为大家都是狼人 狼人晚上是不能当狼人的 什么 狼人家里 绝不都是狼人 这是什么狼人杀 这是七彩狼人杀 白雪 你身为尊贵的七彩狼人 可不能被其他狼人发现哦 不然就会输掉游戏的 好吧 我知道了 天亮了 请睁眼 在你们之中有一个七彩狼人 大家快找出来吧 昨天晚上没有人被刀吗 当然没有了 我们现在玩的是七彩狼人杀 晚上是不会有人被刀的 原来是这样啊 大宝 为什么你不知道 我们狼人晚上不能当人 难道你就是七彩狼人吗 我 我不是 我刚刚只是睡着了 没有听见吴婆婆讲规则 别小变了 我才不行呢 我偷你是七彩狼人 我觉得黑暗魔说的对 我眼头大宝是七彩狼人 我们眼头变大宝 大宝出局 大宝 你是否要使用自己的技能 哼 你们没想到吧 我可是很厉害的白狼王 我要使用技能自爆 我可以带走一个 我觉得是七彩狼人的人 那你要带走谁呢 我要带走黑暗魔王 谁让他说我是七彩狼人 把我弄出局的 我不是七彩狼人 我不听 我就带走黑暗魔王 黑暗魔王被带走 是否使用你的技能自爆呢 大宝 我都说了我不是七彩狼人了 我的身份其实也是白狼王 我又不知道 你还是赶紧选一个你认为的七彩狼人吧 好吧 现在还剩下贝尔白雪熊妹 对了 肯定是贝尔 因为刚刚是他先说的 大宝是七彩狼人的 我要带走贝尔 黑暗魔王你相信我 我真的不是什么七彩狼人 我也是白狼王 我相信我自己的排断 你肯定是七彩狼人 跟我走吧 贝尔淘汰 贝尔你要使用技能吗 可恶 黑暗魔王你看 我真的不是什么七彩狼人 剩下的人里到底谁才是七彩狼人啊 如果我自暴带走的不是七彩狼人 那我们白狼王就输了 爸 你相信我 我真的不是七彩狼人 我才不是七彩狼人 我的学法和你们一样 我也是自暴可以带走的白狼王 哎呀 你别相信熊妹 我才是 哎呀 到底谁才是七彩狼人啊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如果知道的话 就快发送他们身上的编号告诉我吧 小伙伴们 你们千万要帮我保密啊 G1和R怎么都有啊 不 1比较多 嘿嘿 那我就带走熊妹 哎呀 我不是什么七彩狼人 狼人失败 七彩狼人胜利 真正的七彩狼人 是白雪 嘿嘿 谢谢小伙伴们帮我保密 小伙伴们 你们喜欢我们今天的七彩狼人杀吗 如果喜欢的话 就发色色色 如果觉得原来的狼人杀好玩 就发色色色 喜欢我们今天 白雪 快脱掉裙子 有危险 不要 白雪 快把裙子脱下来 有危险 不要 白雪 你怎么还穿裙子 快脱下来啊 我怎么不能穿裙子了 现在大家都不敢穿裙子 你看呀 我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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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大家怎么都不穿裙子了 白雪姐姐 你还不知道吧 大家不穿裙子是因为 不许说不许说不许说 站住 我不管 你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呀 老板 我要买裙子 你说什么 你要买裙子 我没听错吧 已经好久都没人来买裙子了 怎么了 怎么大家提的裙子都这么紧张 老板 快把裙子拿给我吧 你 你确定要裙子吗 嗯 快给我吧 那 给你 我要吃 老了 一股 这剩裙子真好看 白雪 谁让你买裙子的 布布布 这个裙子可好看了 你看 说了不让你穿裙子你不听 非要扯 既然这样 那我就能成全你了 无法变 白雪 你快进去 不 为什么 别 hablando 快进去吧 啊 这里是哪里啊 沙阿姨 委屈麻木 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我们不穿裙子了 不穿裙子了 白雪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你还要不要穿裙子了 我 我要穿 好啊 那你进去吧 白儿熊们 你们怎么也在这里啊 还不都怪你们 说让你不要穿裙子 你非要穿 这下好了吧 连累了我们 白儿姐姐 你别说了 这一句瓜白雪姐姐 白雪姐姐不用知道 我们新王后讨厌穿裙子 谁穿裙子 就把谁抓起来 啊 那沙阿姨和威娶妈妈 也是因为穿裙子 被新王后抓起来的 是啊 这里是乌婆婆的密室 乌婆婆就是新王后 派来执行规定的人 怎么这样 同行我的新王后是谁 你要说 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是啊 我们都没有见过 白雪 你就在这里待着吧 什么时候你不穿裙子了 什么时候再出来 乌婆婆 你穿的也是裙子 你怎么把自己抓起来 胡说 我穿的不是裙子不是 就是 就是 女后 你也给我带在这里 什么 我 王后 你怎么来了 王后 黑木王 原来你就是新王后 没错 就是我 那你说 你为什么不让大家穿裙子 我就是不喜欢别人穿裙子 怎么了 我不穿 你们也不准穿 你明明是一个男生 还有道王后 而且 你还不让我们女生穿裙子 你真是太过分了 不管是男生女生 都不能穿裙子 小朋友们 你们说是不是 才不是呢 小朋友们 女生是不是可以穿裙子 是的话 就长按大拇指按钮 发送一一一 不是的话 就 放假放假都放假 小狐上个 我们要上库 不行 现在所有人都必须回家 怪兽已经到达我们的荒王国了 你们这群小孩 必须回家躲起来 什么 让我们出去回家 这是魔法宝石 如果遇到怪兽 就摔摔宝石 这样 精灵仙子就会来救你们了 记住 每个人只有一次使用机会 让我试一试这个管不管用 魔法宝石 我摔 谁一刀怪兽了 我来救你 哇 精灵仙子竟然真的来了 这个宝石太神奇了 贝尔 老师都说了 没人只有一颗 老师 你不是还有一颗的吗 把你的给我不就行了 可是 这颗我是留给自己的 老师 你们是大人了 还怕什么怪兽啊 这 你们说 我要给贝尔吗 嗨 老师 就给贝尔吧 贝尔 不许再乱摔宝石了 嘿嘿 我知道了 好了 宝石给你 大家快回家吧 老师 乖乖跟我走吧 你 为什么我的宝石会在你那里 白雪 我刚刚遇到怪兽了 他把我的宝石拿走了 我好害怕了 那贝尔 你快跟我一起回家吧 我有宝石很安全的 不 不行 不能回家 怪兽是进不去家里的 所以 我必须把白雪留在外面才行 为什么阿贝尔 留在外面很危险的 那是因为 我刚刚看到了大怪兽 往你家的方向去了 他肯定在那藏着等你呢 天呐 那我们还是留在这儿吧 我得想个办法 把白雪的宝石弄到手 白雪 我知道一个好地方 你先把宝石给我 我去探探路 都安全了 我就回来找你 好 宝石给你 我在这里等你 终于被我找到你了白雪 哈 现在就只差大宝了 大宝大宝 我的宝石不见了 你能把你的宝石给我吗 不行 我只有一颗 借给你了 我怎么用啊 我有其用 你快给我吧 糟了糟了 没宝石了 我得赶紧藏起来 大宝 你在哪儿呢 奇怪 怎么没人呢 肯定就在附近 我再去找找 好险 差点就被怪兽找到了 行啊 为什么贝儿一走 怪兽就来了 难道贝儿和怪兽是一伙的 醒醒 醒醒 怎么有两个贝儿 我可不是贝儿 我是怪兽 没想到吧 贝儿早就被我困在这里了 大宝怎么还没被带回来 我得再去看看 精灵仙子 快抓住这个怪兽 请灵之力 收 怪兽被拐起来了 对象 我们没事了 我是不会让你们好过的 别忘了 童话王国还有一个怪兽呢 我给一百分仓鼠吃蔬菜 不可以白去 我给一百分仓鼠吃鸡腿 可以 贝儿 这是你的一百分仓鼠 我给八十分仓鼠吃水果 不可以白去 我给八十分仓鼠吃薯片 可以 学妹 这是你的八十分仓鼠 那我给零分仓鼠和水果吃 好吧 给你零分仓鼠 一星期后我来检查 谁的仓鼠分数最高 谁就可以做童话王国的一日女王 一百分仓鼠你肯定是最棒的 这是我的作业 快替我写作业吧 好的贝儿姐姐 贝儿 你不能让一百分仓鼠替你写作业 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 为什么 小朋友们 你们说 应该让一百分仓鼠替贝儿写作业嘛 觉得应该的话就发送666 觉得不应该的话就发送888吧 你看 小朋友们都发送888了 所以贝儿 你需要自己完成作业 好吧妈妈 我才不要自己做呢 现在慢慢走了 没人能看见 一百分仓鼠 快替我写作业吧 好吧贝儿姐姐 我这就洗 一百分仓鼠 这是我的脏衣服 你快帮我洗了吧 顺便一会打扫一下卫生 好的贝儿姐姐 我的一百分仓鼠就是好 八十分仓鼠 快和我一起打游戏吧 好的熊妹姐姐 这是我最喜欢的可乐 还有薯片 都给你吃 咚咚咚咚咚 熊妹姐姐你真好 熊妹 不可以一直打游戏 这样眼睛会近视的 哎呦妈妈 我知道了 你可真啰嗦 嘿嘿 妈妈走了 八十分仓鼠 我们接着打游戏 可是妈妈说了 不可以一直打游戏的 没事的 我们就打一会儿 那好吧 零分仓鼠 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你有什么不懂的 都可以问我 好的贝儿姐姐 零分仓鼠 我们一起做运动吧 这样我们的身体 就会变得更健康了 可是做运动好累哦 零分仓鼠 我是为了咱们的身体着想 运动也可以很开心的 那好吧 白雪姐姐 白雪贝儿 熊妹 我现在要开始检查了 贝儿 你的一百分仓鼠呢 她 我也不知道她去哪了 什么 是这样的 一百分仓鼠 这是我的脏衣服 你快帮我洗了吧 顺便一会儿打扫一下卫生 我的贝儿姐姐 我的头 好痛啊 贝儿 你 你真是太够分了 你竟然让一百分仓鼠 做那么的家务 一百分仓鼠才会冰倒的 都是我的错 贝儿取消比赛资格 小妹 你的八十分仓鼠 怎么变成零分了 是这样的 妈妈走了 八十分仓鼠 我们接着打游戏 小妹姐姐 我都好痛啊 不想打游戏了 不行 我还没玩开心呢 小妹 你也很过分 我也要取消你的比赛资格 小女巫 你看 我的参数是一百分 很好 我宣布 白雪获得童话王国 一日女王资格 不可以 我不喜欢白雪姐姐 她要我运动 又要我学习 我一点都不开心 所以 她不能做童话王国的女王 小朋友们 你们说 应该让白雪 做童话王国的一日女王吗 觉得应该的话 就发送一一 觉得不应该的话 就发送啊 老实交代 你们谁把我的假牙拿走了 我们没有啊 我们自己的牙齿 比你的好多了 楠楠你在干什么 我也没有 我才刚找了新疆没多久 奇怪 我的魔警明明告诉我 是一个男孩拿走的 难道 魔警弄错了 幸好我伯伯没发现 大宝 你说幸好没被我发现什么 我说 幸好我的牙都换成新的了 你可别想耍花头 这个怎么办啊 难道我以后也去配假牙吗 大宝 你快把我放回去 如果没有我就没法吃饭了 我知道了 马上就换回去 我只是想看看 假牙是什么样的 我不能吃太硬的食物 清晰很麻烦 吃一样的东西 也不如真牙好吃 大宝 你一定要珍惜自己的牙齿啊 已经完了 大宝 来吃水果了 妈妈 我已经吃了饭后甜点 不用再吃水果了 你怎么能把冰箱里的蛋糕吃掉了 这是你表现好才能奖励给你的 你之前吃太多甜食 牙疼的打滚已经忘了吗 妈妈没关系 那几颗坏牙已经换掉了 我长了些牙 不会再疼了 你只能换一次牙 这次的牙再换掉 你就没得换了 原来牙只不是坏了就能换的吗 你想的美 你只能换一次牙 你俩要是再坏掉 就只能去医院拔掉中假牙了 什么 我不要啊 小经理啊 你帮我找找我的假牙吧 我竟只知道是个小男孩拿走的 我又回忆之间看看 你婆婆 你能认出这是谁吗 很眼熟 但是想不起来了 听不听的小朋友 知道这是谁吗 小朋友们都说这是大宝 好啊大宝 原来就是他拿走我的假牙 大宝 你为什么要拿走我的假牙 是故意捉弄我吗 对不起 我不是捉弄你 我只是想看看 假牙找什么用 你这么想看假牙干什么 你又不用刷 我之前总是吃很多甜食不刷牙 最近经常丫头 妈妈说我不能再坏心牙 以后可能要用假牙了 那你得去看牙医 看我的假牙也没有用 我不敢去 牙医那么可怕 不用害怕 只要改掉你的坏习惯 即使看医生好好刷牙 爱护自己的牙齿 他就会健康起来的 小朋友们换牙了吗 拔了几颗牙呢 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喜欢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啊